Selina穿著繽紛的小洋裝首度挑戰首作蘋果派 原來是為了配合新專輯名稱3.1415 這個數字正好是圓周綠派 與蘋果派的派音相近 Selina一邊做甜點還一邊自誇 自己在家中做的菜都是大菜 做一些大菜啊 喝醋 菜包人啊 紅燒豆腐啊 Selina還在現場大方分享了 在家中做菜給老公吃的情形 我老公有時候吃完我做的飯之後 大概隔了好幾天才跟我說那些味道蠻乖 她還提及曾經有一次做菜崩潰大哭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炒麵就容易糊掉 然後一炒整個就糊掉 然後這個太太就立刻跑去床上哭 我老公說怎麼了怎麼了 我不會炒麵 我會變糊掉 雖然今年平安夜 Selina打算要和姐妹 一起度過沒辦法陪老公 但談到最近日本很流行的壁咚 Selina好像越越浴室 也許我今天回去就可以跟老公說 老公 要不要來壁咚一下 Selina損被要在跨年結束後舉辦專輯簽名會 還立要粉絲到現場體驗五秒精靈的超強電力 各位朋友們 你們都沒有親眼見識過什麼叫做五秒精靈 對不對 五秒精靈就是看五秒啊 你就會全身充滿電流 Yes 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